嗨,大家好 今天這一集要來跟各位介紹 在Mac電腦上面 怎麼去設定 及分享你的檔案 那就是檔案共享 那這當中 有區分為單獨的內網 以及跨網際網路 那去如何設定 那異地跨網際網路 那我的建議是用VPN來去設定 那會比較高效 而且是系統內部的 我們在螢幕上面可以看到 首先我們要先檢查幾項設定 然後才可以確保我們網路的檔案共享 可以互通 首先第一步我們要檢查的是這個Finder 的偏好設定 那在這邊有的側邊欄 然後我們要看到就是 在底下位置這邊 有硬碟、外接磁碟等等 最主要的是電腦 以及連接的伺服器 這兩個要打勾 那接下來 我們再到這個偏好設定這邊 把這個共享 那這裡指的是你要分享檔案的那一台電腦 必須把這個共享裡面的檔案共享要打勾 那打勾之後 這邊有名稱 這就是說廣播在你區域網路上 或者是你透過VPN 連接到你的內網之後 看到的這個電腦名稱 當然你可以編輯 當然你可以編輯 或者使用動態的都可以 OK 那接下來是共享的檔案夾 那在這邊 這個是預設的 當然你可以增加 那點個加號 看你是要選擇哪一個資料夾 譬如說這裡的哪一個哪一個 那 最主要的是 設定好之後這個資料夾 你要把這個使用者 的權限 打開 看是讀取 和寫入 或者是只寫入 或者是只能圍堵 那這邊也可以新增加新的使用者 那在這個新的使用者當中 這些使用者 你一樣如果說 你不把權限全部開啟給別人 或者說用你這個管理者的帳號 那我們要回到這邊 在使用者群組這邊 你要新增加一個帳號 你要新增加一個帳號 使用者 那首先你一樣 把這個鎖打開 把它解鎖 那再增加新的使用者按加號 那密碼等等 把它建立一個使用者 那這邊也可以選擇一般管理者 或者是僅共享 那這邊也要確認一下 資料夾的檔案的權限 以及這個使用者的權限 等等 那這些都用好之後 那如果說 你連接在從一個區網之內 那我們就可以 從Finder打開 就可以看到了 那這邊位置這邊 左邊這邊的導覽列這邊 自然就有列出來 那在這個區網上面 已經有共享的其他的Mac電腦 譬如說這個 這個iMac 那因為我是用這個 管理者的 所以他就 把所有的磁碟的資料夾 全部列出來 那當然今天只是個示範 譬如說文件 或者說桌面 等等 那你就可以進到裡面去看 那可以直接就拖拉過來 那譬如說圖片 圖片 那有這麼多 好 那或者是說 文件 等等 你可以把資料夾拖過來 譬如說 你看 那桌面就可以看到了 有這些動畫 那譬如說 我把這個Keynote 動畫 拉過來 那直接就這樣 那如果要拉回去 就寫入的話 丟進去 一樣這個動作 但是複製 拷貝 貼上 或者是直接用拖拉的方式 這就可以了 那在當中 因為 你打開了這個 Find的這個 顯示這個位置 其他網路的這個 iMac 或者是 Mac mini MacBook等等 那如果沒有顯示 那你可以 第一個方法 你可以從 點下面這個網路 那 再進到裡面去看一下 它就會去連線 那如果說 你是NAS 也沒有提列出來 也沒有提列出來 那這位 可能就要 在這種情況之下 短時間沒有找到 第一個方法 你電腦重啟 或是 所有的電腦重啟 它才會 記憶到 抓到 那如果說 單一的別人可以 你不能通訊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 到這個Menu內 系統的主Menu內 點前往 然後 點選最下面的連接伺服器 那這邊 我們就可以打 如果是 NAS的話 就打 SMV 大部分的 NAS 都是 這個 一種 SMV 相容 比如說 蘋果電腦 Windows電腦 或者是Linux電腦 那當然你要知道 它的IP位置 在哪個地方 那或者是說 這邊加 那我們就可以 按連線 或者是說 直接瀏覽 跳回來這邊 那就會載入了 那載入之後 直接連線 這邊就自然就OK了 以後就會記憶了 那你也 如果記憶 就會直接從這邊 選擇出來 那連接過之後 它會連線 那如果說 對方的電腦關機等等 它就會跳出提示 那如果說你主動要卸載的話 就是說 不連線 那這個 退出的符號 把它點下去 它自然就會 退出了 OK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再來 談論另外一個 就是說 因為剛剛的設定 都是在內網的通行 如果你有跨網際網路的需求 那最簡便的方式 就是 用這個 VPN的設定 齁 跟連接 那 VPN的設定 要關乎到你的 路由器 或者分享器 要去設定那個 VPN 齁 那 走的這個 協議也要加密 齁 這樣的方式會比較安全 那如果說 透過第三方的這個 APP來連接的話 最主要的話 是比較會有這個 安全上的疑慮 那 利用蘋果作業系統 以及這個 坊間的這個 比較功能 比較強的 分享器 路由器 齁 來設定VPN 這樣來做 會比較安全 那 也比較穩定 那首先 我們可以 進到這個 那電腦如何設定 那 不管是 這個 MacBook 或者是 iMac Mac Mini 齁 只要是 異地的 在不同的地方 透過網際網路要連接 首先 我們在 網路設定 網路這邊 齁 那 我們就可以看到 左手邊這邊有一個 加號 那我們把它點進去 那 介面的選擇 就要選擇 是 VPN 好 那VPN 我們要有VPN的類型 那 這邊 簡單 講一下 現在 這個 新的 蘋果的作業系統 它現在 並不支援 舊的 所謂PPTP的協議 因為那是沒有加密的 那 大部分 我們 來用的話 都是用IKEV2 這一個類型 或者是這個 IPSEC L2PP 這個兩個都是有加密的 那 弄好之後 選擇大部分 用IKEV2 這個連接會比較穩 快速 那 按建立 那建立之後 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有伺服器位置 那伺服器位置就填寫你的 這個 要連接的那台 Router 分享器或路由器的IP位置 這是網際網路實際的IP位置 那 遠端識別碼 這邊會提示你 那遠端識別碼 也一樣是填IP位置 或者是網址 如果說你有網址可以轉移IP位置的話 你有DNS的話 那就可以 那 再來就是這個 認證的設定 那 要看你VPN 這個Router 是怎麼去設定 我們就選擇 憑證 一般 最簡便的方式 選擇憑證 那憑證之後 不是 不是憑證 一般是選擇 無 這樣比較快 然後 用這個 共享的密要 當然這個 共享密要 你自己要從這個 VPN 這個 Router VPN 手上的管理者去取得 或者說你自己會設定 或者說你用SSL 憑證 那就 這幾種方法 那就把共享密要打進去 那就可以連線了 OK 那這裡 還有這個 DNS的伺服器 或者說 代理伺服器 可以去設定 那一般通常來講 直臉的話 就不用去設定它 那 各位設定好之後 那自然就可以在這個 最主要是 IL按這個 右下角的套用 然後 在選單列中 顯示 VPN狀態 可以打勾 那我們 這個 是示範的 我們就把它取消掉 好 頭要關掉 那 我們在Menu這邊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 VPN的圖示 那這裡就有顯示說 你是不是要連接 或者說不連接 或者打開網路 片號設定 那接下來 VPN的好處就是 所謂它是可以跨異地 來去通訊 那也就是我們所謂的 俗稱的翻牆 那當然它也有安全上的餘力 那請各位要特別設定這個密碼 要自己要長一點 好 今天就說到這邊 記得訂閱喔 掰掰